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几号来着 我们羊已经 19号 我们是几号羊的 15号还是16号 15号吧 已经4天了 今天几乎没有什么感觉了 也差不多快好了 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最近这两天 很多伙伴发信息过来说 为什么没有更新视频 看直播的应该会知道 羊了 现在是我们这个山头上的人 全部都羊了 我羊哥 答应春夏 蒋丹 然后 蒋哥他老婆 然后现在除了蒋哥一个人 全部都羊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反正我不知道 每个人的这个羊的这个感觉 都不一样 我们这边的这个毒株 可能就是属于比较轻微的吧 然后也没有太严重 我都是没有前兆 就是第一天就开始发高烧 发高烧 烧到了应该有 39度40度的羊子 比我都烧迷糊了 那天我刚好在山下办事 然后到晚上回来之前 就烧得我站在那里都晃 一路开车回来 这个羊的这个感受啊 它就是那种 羊过人都知道 没羊过的人可以听一下 就是浑身酸 浑身酸得要命啊 就酸到骨子里的那种酸 然后 有一些人还伴随着这个疼 就你翻身啊干啥的都疼 我们这还好还不疼 应该说我还好吧 我还不疼 他们也他们会疼 我不会疼 然后回来的话 就吃了第一次吃了一个布洛芬 当天一夜就发高烧 吃完以后 到第二天早上 已经烧到那种 老阳哥打几个电话 我都听我都不知道的 就是那么都烧那么严重 然后早上起来 被子啊 衣服啊 全部都是炒的 但是起来以后 浑身都舒坦了 就好像经历过一场大战一样 一下全部都好了 然后从第二天就开始 就是进入到休养期 它休养期 它浑身不酸痛了 然后也不发高烧了 但是它会时不时 伴随着一种低烧 就是每天到天空暗的时候 它就会有 你就能明显能感觉到自己有一点点低烧 那那个时候呢 我又吃了一些这个莲花清温 因为莲花清温它是伴随着后期吃的 然后就吃了一次莲花清温 然后还吃了一次这个 蒋哥在山下买的那个中药 那个中药也很好 他们很多 因为我先感染的嘛 我先烧的 他们没烧的 他们吃完那个中药 到现在都没有发高烧 所以那个中药挺好 然后整个就这样一个过程 今天的话 我实在躺不住了 在房间里面 连着躺了三四天 浑身肌肉都萎缩了感觉 刚好今天天气晴了 出来晒晒太阳 现在呢 阳哥他们都在车里呢 他们都养了 我快好了 然后我在那里煮的这个冰糖雪梨啊 因为我的喉咙 没有这个咳嗽啊 像吞刀片啊这种感觉 然后他们都在就咳 我觉得给他们煮点这个冰糖雪梨啊啥的 然后前两天 阳哥照顾我 这两天就开始我照顾他们了 所以我们这个也挺好 不是大家同时养的 这样的话 有一个变换的过程 可以相互的照应 最近这几天 就在这个山头上 也哪也不去了 而且就是好了以后 全面消沙湾以后 也不跟外面人接触 因为防止二次感染 反正最近吧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都养了 所以呢 也没有拍视频 也没有干啥 因为 第一天养了以后 第二天 第三天 你在房间里躺着 你也没啥拍的 然后今天刚好出来晒晒太阳 给大家这样烙一会儿 让会天 然后让大家也知道 最近一个状态了 然后看一下明天 看一下明天 能不能正常的更新视频 最近一个星期啊 都是阴天 今天好不容易出太阳了 舒服 然后我们在这晒晒太阳 太阳也是杀毒的 然后我们锅里面还煮了这样 很大一锅的 这个 婴儿雪梨 冰糖雪梨 慢慢煮 煮一个多小时 给它煮出胶脂感 我们这个小羊儿 他开始喝了 没事 你不用管了 这个以后这边交给我了 咱们换岗了 一会儿喝这个 我说给他们搞一罐 然后我们留一半